在四五個月前 為了搶收市的原因 想了一個英文 叫做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如果中文要譽的話 以我這個曾幾何時 作為末代會考生 考中文肥佬的人來說 如果要我翻譯的話 應該是 想都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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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想都不敢想 想不分子想的 想不分子想的 今天這一集 已經是第二集 第一集我自己說過 香港有機會發生種族大摩擦 就是大陸人 vs 香港人 我那次是用英文說的 希望吸收一下 下次你問Rigina說正常直播 下次你問Rigina說正常直播 真的想到不敢想 真的想到不敢想 我今天介紹我們的講者之前 我有少少Housekeeping 我們C23校會 董事局剛剛通過了 這個新的會員制度 所以我們現在正式 就是吸納會員 會員做會員很簡單 填章料 給1000元 加上兩個輪選會員的簽名 今晚有三個輪選會員 第一個當然是我 第二個是李少傅 第三個是高明輝 所以只要你沒有拿到我 其中兩位簽名 編格打這1000元 就恭喜你 成為這個自由市場 塔利班成員 有沒有海忌? 有沒有海忌? 對不起 但你們可以說數 ISIS 現在是說不到數 ISOZ ISIS ISIS ISISIS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不妨捉住我們 我主要的原因 為何找兩個輪選會員 給大家簽名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 你可能會喬了一個 可能會我 可能會高榮輝 可能會李少傅 希望你們來到我們 活動的時候 起碼多一個 沒那麼悶 所以我才有兩人簽名 所以大家希望聯約 如果你們覺得很過癮 不妨叫朋友進去 這個Housekeeping完 今天我們要介紹 今天的講者 他自己是獅子生學會 三名創辦人之中 其中一位 他也是在 叮叮聲的 風吹雞蛋 好像被唱 對 好像是時卷中聲 這位講者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議員助理出身的 他第一份工作 就是一個議員助理 然後轉了馬房 同一系 不過轉了馬房 誰知道那個馬房 可以爆糖嗎 不做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我這位講者 第一個老闆 就是今時今日 在社交媒體成為 Case Study的 田北俊 我們有另一個 是Voting Member 好像是幫他弟弟做過 志願助理 做了幾個月 那時候 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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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自首 我介紹 你介紹 你介紹 進去做 不過是田北俊 李兆基月 田北俊 在2000年 是吧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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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轉馬房 去了跟下街里 你好 你好 Kri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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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這裡 是 是 是 好 在2000年 還是2001年 香港發生了一宗 為了公眾利益 律政司 當年的律政司 梁愛斯 不控告胡仙 亦都被宣為胡仙案 當時立法會 有個立法會議員 因為被黨禁轉 可以投這個不遂任票 就憤怯來唱 那個就是下街里 是不是你有份搞這件事 是 歷史是有很多著色的 有很多著色 好 然後李兆虎 過檔去做PR 不是 不PR 做了PR之後 就發覺 我老闆好像 這枝山小蘭牙 那種 很多人都以大執位 在2005年尾 自戰 所以我都說 歷史有很多著色 2005年已經跟 就是跟沙士魔怪 2004年的時候 我創立了師医生學會 在2005年尾 大家都打算 生同水 沒什麼挑 李兆虎膽 那種粗粗的 就發了一個 寫信 E-mail 發了一個E-mail 給黎智英 一張E-mail 就說 我可不可以幫你寫 寫自由文章 那時候我們都幫蘋果日報的 論壇版 一個禮拜公文字簿 你那時候幫他寫 黎智英當時就跟他說 好吧 男仔 我幫你寫 你會明白 是不是 寫完一個禮拜之後 這個根據都市傳說 黎智英就說 可以看了五篇 我都可以了 你進來做複胎 李兆虎當時就去複胎 也創立了香港歷史以來最悶的五篇文 就是在世貿會議的時候 寫了五篇撐自由貿易的文 我相信應該創立了 蘋果網站最低手時的五篇文 因為真的超級 dry 連我都看到眼都說白 是 是 你不收視乎蘋果會客人 甚麼 你不收視乎蘋果會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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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蘋果裏面做一下 就做了這個主筆 做了主筆之後 就開始因為 為錢太想認識你 就調了你去做他那個網站的頭 那網站的頭 做了一排之後 這個應該不知道幾一年 就不做了 是 幾年多了 所以法民有一般的 馬金純正的病人的特點 就是很久以前的東西 都很正在 要更多的東西 就開始做了 哈哈哈哈 我們在黑師醫生會 裡面已經收了很多委員 不過主要分兩代 第一代是李兆虎訓練 不過李兆虎訓練 不是特意刻意訓練 只不過李兆虎訓練 因為他要寫很多文 所以當他要寫很多文 就叫英兆去找東西 英兆虎訓練 英兆虎訓練 就越來越聰明 因為經常聽李兆虎 突然站起來 嘔 然後就怎麼罵 然後走回白板 就不斷說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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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而且也是全民媒體 Citizen Media的主席 主席 所以呢 各位 我已經說了很久 我才會討論 請鼓掌 歡迎我們今天就討論 李兆虎 營虎 哎呀 那你要看了 嗯 嗯 做 你要ognome 其實我當做media 的歷史呢 是 跟孫鵬民說的有點跟不同 因為 剛才他寫個版本 酷 Alabama 總得 都行呀 但當時已經是正確的一句話 我找了你這支筆很多年 Sorry Underplay了 Sorry Underplay了 但找了這支筆很多年 雖則這麼說 但他很快就把我調去 不需要不捨 這是一個很標準一傳媒的做事作風 有時候不是很張法 但我想我自己事業一直以來最高的高點 對上那個應該是當時做動新聞 當時我真的叫做 有一個project 全世界都說你瘋了 動新聞是因為做 動新聞是甚麼來的 即是將新聞卡通化 我當時其實我們都不是想卡通化 我們只是想一些人不用看字 這個就很明顯 即是動新聞的目的就是 一些人不用看字 但當時是未有手機 即是未有iPhone 有手機未有iPhone 當時大家在用Nokia 這個Screen是大概好像 我們現在這個錶面那麼大的 一個Screen 那時候老闆已經說 未來日子的人會看字 我們要好好準備 那時候是2007年 已經是百年前的事 好 Fast forward 這百年 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最印象深的應該是大概 大概四五年前 香港多了很多叫做網紅會的東西 網紅會很合理 是吧 即是 Internet這麼發達 我記得一個人 宣派問事事說 明明 我們如果要把這些字 去傳遞給讀者 我哪需要每一天 在將軍澳工業村 印三十萬份報紙 然後由將軍澳工業村 發到全香港各地 然後大家給六元 下去樓下的那間便利店 去買 其實那時候 蘋果一直都有一個網站 問題就是 隔了這麼多年 究竟我們學了些甚麼呢 還有今天的主題就是 傳媒 有一個可能就是 會完全消失 會死亡 那我想問一下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在座我們這裡二十多個人 他應該是香港的 最關心時事的人 否則不會無緣無故 今晚放在這裡 來這裡 吃一頓飯 我想問一下 有哪一個還有買報紙的 香港白小王 我 因為我要撿狗事 因為我要撿狗事 有哪一個是裸面 他是報紙看的 裸面 但是要來包東西 要來包東西 那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小道消息 我聽到的小道消息 今天可以分享的 都市非常之不定 都市一報 也有可能 在可見的將來不再存在了 整部早排出了事 現在又翻生 好像亞視一樣 情報 可能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 我再和大家數 情報就是 歷史任務 歷史任務是什麼 那時候有爽報的出現 爽報也已經是歷史的一部分 免費報不見了幾份 今天原本我叫馮震超來的 他還沒無頭 所以說兩句話 在AN730越來越薄 大家拿開平時的免費報紙 數到的只有一份頭條 我今天下午和頭條 不是 我今天下午和星島其中一個高層 吃飯 不是 不是 我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都說 這三 兩個月 平時傳統傳媒 八月是一個淡貴 他說他 2015年的八月 是他做了這麼多年以內 見過最淡的八月 忽州執撞 一周刊不知道可不可以熬過今年的十月 那我和大家數這些死傷呢 我也是想問大家 剛才那一集報紙 雜誌如果不見了之後 市場還剩下多少份大眾媒體 大家可以數一份 大公、星島、東周、明報 明報東方 明報生意其實都一般 要不然不需要改版 不需要做這麼多改組的 三年之後的今日 我有理由相信香港是沒有一份叫做大報紙 不會再有一份 好像蘋果報當年那樣 有一份叫做大報紙 報紙頭條寫什麼 可能大家三天之後才 好像早幾天 有份報紙頭條說 海星人侵襲地球 報紙將會走向那些 怪力連神奇怪的方向 報紙已經不再去 就主流市場了 那份可能已經是最大的報紙 雜誌 雜誌會死得比報紙快 除了 除了 講古策略王 講古策略王 在一個這樣的社會 即是我開始 即是那時候 如果你問我 為何要講這個talk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 你猜誰最開心 明星 明星 沒有夠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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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最開心 沒有了大眾媒體 政府 政府 沒有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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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島分子 小姐 這個我也可以贊成 環島西瓜 但是我想說 沒有了大眾媒體 我幻想不到一個明星 怎樣可以紅得起 即是有方法地紅得起 任何人在中環拿跑一定紅得起 很難的 現在的門檻高了 即是比較容易 現在很容易 你要做一個 你要做一個 聲音很容易 在皇后大道中 跑一轉 一定會有人說 哇 那個人 其實你不要說拿跑 早幾天 東方 是有條新聞 網上轉載的 就有個叫做 露鳥哥 即是他搭地鐵那時候 即是穿了開浪褲 裡面也沒有穿大褲 被網民拍了一張照 我講那種 頭條新聞將會是 怪力亂神的現象 是發生著的 那位露鳥哥 是紅不起的 對上那次 在社交媒體上 因為作出一些 很激進的行為 而成為一個 都市話題的 叫做巴士阿叔 在2006年 2007年 十四巴港女 已經沒有巴士阿叔 那個 花園街那個 把男友 路打的那個 港女 可能都捱不到一個 上週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如果作為一個明星 是沒有人幫你 賣演唱會 沒有人幫你賣 唱片 沒有人幫你賣電影 你都不知道 怎樣可以 reach 到那些民眾 那些 明星好小事 沒有明星 就沒有明星 最後一代的明星 已經在這裡了 第一 第一 我已經不知道 一個人 可以怎樣 可以 熊得起 甚至熊得起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原因 那好吧 現在熊了 那些 就可以繼續威下去 對不起 明星也好 演員也好 一直靠怎樣賺錢 不是廣告 其實媒體的死 其實媒體的死 剛才我也有和大家朋友 在開飯之前 有談過一下 究竟媒體是怎樣死的呢 當然有人說 媒體的死 是因為 廣告商 封殺 我想說 如果在一傳媒的歷史中 我們面對的封殺 是由 1995年開始 由《蘋果日報》 就已經被人封殺 黎智英是未搞《蘋果日報》之前 已經開始被人封殺 這個人特在很多人 這是今天的事 為什麼會在這幾個月 突然間 突發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現在不單止是 我們認識的傳媒 即是說一傳媒被人封殺開的 現在是生意不敬 現在是生意不敬 剛才說的那些 城道 情報 等等那些 其實 不是 後面 都總有些人有關係嗎 我想 第一件事 就是 識破這個都市傳說 第一件事 就是所有傳媒老闆 都是老闆 來的 是當一盤生意地做 就算大家說星島 星島也是當一盤生意地做 那些屋子很小心 你將香港唯一兩份英文報紙對比 其實我講幾份英文報紙 香港standard和南華早報 香港standard很清楚知道 他一定要以極少的人 走極低的成本 甚至乎連印多幾份都不能寫 南華早報呢 就同一個故事 大概要用五倍的資源去做 所以剛才我們說 有幾多個媒體會死 我還未寫南華早報 我記得孫帆人寫過 南華早報最有價值的是 他們的地產 為何在未來幾年 沒有可能 把地產業務 一次過清除之後 就完成了他的歷史 是否呢 回到剛才說的 沒有了主流媒體之後 究竟世界會怎樣 明星不開心 另外還有一件事 大家很直接就是 政府最開心 政府和媒體的關係 我們平時覺得媒體是監察政府 罵政府 事實上如果大家看報紙 看得多的話 通常都會見到報紙 我們的記者朋友說 政府 政府辦事不力 通常說政府辦事不力 結果就是 那你想怎樣 政府要做多些事 媒體向來都是政府的好朋友 不過只不過是小馬大幫忙 我從來未見過一個真正 叫政府不要做事的報紙 除了以前 剛才孫帆人說 我們在《蘋果》報道 寫難的時候 就下下就叫政府 不要搞這樣 不要搞那樣 沒有 從來未試過 你罵政府 說他原水 問題不徹底 徹底 徹底 拉了 拉了所有人 又怎樣 他沒有說叫你 以後政府不建公屋 下次建公屋 建公屋 建貴一點 麻煩 那些後館 不如用不鏽鋼 不如 從來政府都是很依賴 大眾媒體 他肯定他的存在 剛才有朋友說過 那個轉捷點是雨傘革命 雨傘革命之後 好像主流媒體 全部都是死哈難買 我想 雨傘革命只不過是 突顯了主流媒體 原來和社會脫了折的問題 其實第一個 最明顯脫了折的媒體 叫做TVB 最上次TVB 最爆的那部電影叫做 什麼名字 現代時代 沒錯 現代九十年代 重播的劇 還是天梯呢 沒有 是否很多人問了什麼 現在 在 我想在未有 社交媒體之前 那個世界 我們有一件事 叫做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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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有沒有人 可以說出什麼 叫主流文化 我覺得報紙不會死 報紙不能代表主流文化 甚至乎 其實今天的話題 不是說 有沒有人 媒體 會不會繼續 生存下去 而是 究竟有沒有一件事 叫做主流文化 因為沒有主流文化 有一些行業 是我們做不到的 例如我沒有可能 再有蘋果日報 以前蘋果日報 最大的價值就是 我打問蘋果日報 放在台面 封面那一頁 頭條的新聞 就是告訴你 香港人憤怒了 當年的蘋果 說香港人憤怒了 真的是香港人憤怒了 如果明天的蘋果日報 頭條 因什麼事都好 寫香港人憤怒了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就說 蘋果你憑什麼 告訴我香港人憤怒了 但問題就是 是否只是蘋果做不到這件事 沒有任何一個人做到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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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管治的立場 站在政府的立場 是否一件好事 沒有任何控制 沒有任何控制 你啊 Break Your World 等等 這些 我想四五十年代 三四十年代的作家 他們通常都是說 未來的政府 如果要控制人的思想 控制意識形態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每個人 間屋間房 有一個會發光的盒 大家看著那個盒 就好像被它吹滅了 曾幾何時 我們香港有一個很偉大的電視台 就是在做這一個角色 大家會笑愛回家 或者會笑看愛回家的人 有些人會笑 可能有些人都很喜歡看 我會這樣說 但是 回想很多年之前 我們看那些甚麼的城市故事 西米華的花井是高麗 我們看那些香港8X 大家看都很開心 但是香港百多城市故事 裡面會混合一些時事 在說的 就好像我們現在商台的十八樓師座 我不知道為何十八樓師座 還能做下去 大家看那些處境劇的時候 當然我們好像就是 純粹有一個娛樂 有一個Entertainment 這樣過了雪 但是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 其實這些處境劇 他就是嘗試 營造一個社會模式 給我們看 你看香港8X 就是一梯很多火 那些人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有些人是齊全的家庭 有些人有一半在大陸 他其實嘗試反映香港的社會現狀 大家看得很開心 看著那個發光的盒 然後看完 我又再變成 再進一步的香港人 今時今日這個發光盒子 不是沒有 那個發光盒子的尺寸不同了 就是好像剛才波波那樣 看著那塊平板電腦 或者是大家每一天的電話 甚至乎我有一次 就是跟免費報紙的朋友說起 就是剛才我跟一個免費報紙的老闆吃飯 他說現在免費報紙還沒得做 其實沒得做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會發光的盒子 大家在袋子裡拿出來的那個 對上一次 我不知道 我已經少搭地鐵 大家如果有搭地鐵的話 有沒有人在上班時候 看到在地鐵上 有人拿著一份報紙看 都試一步做不住 是有原因的 我想說 架位呀 被人撞了 不能進去 我很想拿 整個business model 是建基於當年好人 可以在袋子裡拿一份自己的報紙 問題就是 當每個人都看著一個發光的盒子 不過那個發光的盒子 是給你的 你的Facebook feed 和我的Facebook feed 是不一樣的 那時候呢 我們就沒有了那個集體 去構造一個香港人的身份的過程 這件事對於管治 原本是非常之有用的 有人說 港英年代 這個其實我就回應孫柏文上次說的一個 香港族群身份意識等等的問題 以前我們七八九十年代 營造一個香港人的身份意識 是可以靠 是可以靠 CC靠TVB的那些節目 不好意思 我打斷一下 其實可以上菜 由於我看到大家都有一個餓的樣子 在驚惑的環境聽人說話 是入老少少的 但是 我不想用這個方法 八九十年代 我們可以用電視機 可以用大眾媒體 去做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我不知道為何我們選了一九九七年回歸 其實如果選二零四七年回歸 我告訴你 是真的不可能回歸的 但是 一九九七年回歸之後 其實不夠十年 就是由九七到二零零七 我們多了一樣 大殺傷力武器 叫做Facebook 如果我沒有搞錯 Chris可以糾正我 現在香港的Facebook帳戶數目 是四百萬個左右 over over四百萬個 人口是七百萬 就是我們有三百萬人 是沒有Facebook帳戶 而你沒有Facebook帳戶 那三百萬人 我不知道他們的特質是怎樣 我老闆 可能他有 他不告訴你 好 他不敢騙你 他不敢騙你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不敢 有些人是沒有Facebook帳戶的 我知道 但是 絕大多數 我們都有一個Facebook帳戶 另外一個 再驚訝一點的數字 就是 香港大概每兩個人 就有一個Facebook帳戶 是 香港有二百多萬個不同的Facebook帳戶 每一天下班 有一個香港八五 推一個社會議題 但是 今時今日 大家早上 九點八三 在地鐵上 拿開Facebook的時候 大概有二百萬個不同的議題 當然 那些不同的議題 不是我們個個都看到 但是 有些就是你看到 有些就是他看到 有些是他看到 有些是他看到 在這個環境下 香港是不可能有共識 沒有共識的環境 都總要有個決定的 決定方法有兩個 一個決定方法就是 我絕對地人多 但是 已經說了 邏輯上不可能發生 如果有 就要有共識 絕對地聲大 或者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我們一切就維持現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香港好像有些東西 是凍結了 在很多東西 很多議題上面 就是 剛才我說 對不起 我們不會再有新的明星 我不想又拿 港股策略王來說 港股策略王 現在拿出來 拿去做 拿去做 拿來講的明星 包括大佬孝 大佬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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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記得 大佬孝 是 九十年代 無線的 八九十年代 無線的 二線 你拿出來就有玩 四個小生對不起 五、六、七十年代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在二千禧過後 鴻喜的任何一個名字 北方神州唯一成功 唯一成功的例子 二千禧過後 哪一分 李詩軒 二千禧過後 無頭出來的 我想說如果在街上走 我是不能認得他 謝霆鋒 謝霆鋒也是九十年 而且不要忘記 我小時候已經看他們全家預約 周正雄是五千禧 我差不多說不到 我發覺越來越難 有一個recognizable 的面 我沒有明星不要緊 問題就是政治上也沒有明星 有些人說 我們這個社會沒有了領袖 是的,這個社會沒有了領袖 我不懂得再一個判斷 或者是一個這樣的社會 叫做好還是壞 但是很明顯這個社會 跟我們以前認識的社會很不一樣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 我們在正種 在天馬南 上面做決策的人 他們是活在 互聯網之前的世界 甚至乎 互聯網不是沒有互聯網 就是web page 當他們要做決策的時候 當他們要做決策的時候 第一件事 他們要問這件事 我應該做 還是不應該做 他們自己可能是 決定不到的 如果純粹那件事 是從法理依據有數得計的話 他們可以自己做決定 但是有些事情他們說 究竟香港市民怎麼看呢 他們不知道 那他們問人呢 他們問誰 都沒有了領袖 我記得有一幕的 就是 當年民主黨 跟政府談政改 那次民主黨是接受了 就是加五個區議會 超級區議會議席那次呢 那我們有 另外一些政黨追擊他 人民力量追擊他 或者很多年輕人追擊他 他們追擊他的時候 我有一幕很記得的 就是司徒華 在教協走出來 那天司徒華還是 做健在 還可以談到事情 司徒華在教協走出來 那一刻 給那些小朋友圍 那些小朋友說 司徒華是 出賣香港民主 好 司徒華是甚麼 耶穌說 是這件事 對我們來說 非常之難以想像的 我只是說 在2005年 我已經不可能想像 司徒華會被人說 是出賣民主的那個 司徒華要出賣民主的機會 多得很重要 你可以去到那時候才出賣 很難想像 但其實 那一刻 其實只是一個 很符號性的日子 這些事情 不是那一天才發生 如果數回頭 司徒生學會 在2004年成立 那時候成立 我們那時候的信念 就是 不行 香港要做些事 老實說 我們幾個 除了信自由市場之外 還信某一些事 但是我們 這麼多年來未必說得很清楚 那信些甚麼 2003、2003、2004 香港有一件大事 就是 或者有50萬 或者100萬人上街 大家不知道數字 大家不知道數字 那一次上街 是香港 現在回想 代表了一個很重要的轉變 香港人一向以來 是很懶的 香港人那種懶就是 哇 你告訴我 要政治 我要改變的社會 我找我的議員去說 就可以了 我不用自己去處理政治問題 我叫我的議員 去跟特首說就可以了 其實曾幾何時 香港人是很相信 立法會議員的 有些甚麼事 我找議員搞定他 這個也是 香港政治最穩定的 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但是 八、九十年代 這個是香港的歷史入面 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就是 從來未試過有人 這麼相信 社會有一班人 代表我們 而我們不需要 自己去處理政治問題 從九七年到殺局 到慢慢發展下去 去到二零零三年 我相信 就是一個突破點 就是 香港人說 這些議員費 沒有用 我們自己來處理 所以施展三學會 成立在二零零四年 是很合理的 因為我們開始覺得 如果你要靠這班人 去捍衛香港的任何事 或者爭取香港的任何事 我們將會很大禍 因為 香港將會 很老實 因為 你以前在議會裏面 有規 有舉 有制度 又關上訪門 去講解數的機會 但是 以後不再是這樣 以後大家就會嘗試 在一個很空曠的環境 大家鬥大聲地叫 從03年 一直發展到 大概二千年 大概那七年之間 大家就開始建立了一種 我們不如 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人 去建立平台 鬥大聲叫 獅子三學會 在這方面 是非常失敗的 我們那個聲量 從來未試過叫得很大 所以剛才一坐下 跟波哥 我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是一個小眾 但是有些人說 我承認我是一個小眾 其實這個我不覺得 澳大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其實香港 我相信每一個議題 剛才說的二百幾萬個 Facebook Page 其實每一個都是一個小眾 每個Page平均 一百幾十人 或者可能多些都不頂 我有些Page有幾十人 我不敢告訴別人 當然有些Page比較厲害 幾天就有千幾二千有 但有些Page就更厲害了 好像黃維基那樣 嘿 Renny 還沒上菜 所以 看 隨便斷 有些Page可能去到 有 一萬可以去到十萬人 這個當年就是 香港電視那個 可能是香港 嘗試在網上 作為Petition 最成功的一個例子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 斷列就是在哪裡 有些人說 你有十萬個Like 政府都不聽我說 不發牌給黃維基 這個是不對的 不公義的 但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事實上我們真的 可能低估了 一些覺得沒什麼所謂的人 的人數 在經濟學上面 我經常最喜歡的一個概念 就叫做理性無知 我又舉多個例子 Uber 可能在這間房間的邊 我們二十幾個人就 啊 Uber都不錯啊 答過不錯啊 是不是 但若然大家真的走去問一下 即是如果真是 一對一的人口好差 問一下有沒有答過Uber 你覺得Uber的服務點等等 得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令你很意外 甚至乎我可以說 因為我掌握了少許數據 香港在過去十四個月 搭過Uber的人次 大概是十三萬多 十三萬多個人次 每個月萬多人次 所以 所以Uber 其實他們說 第一件事是 我們有多可搶了的士 兩成三千 那條數有數得計 而香港每一年 的士的 那個 trip 的次數 又是 車程次數 三億次 三億次 對十三萬次 我用絕對的數字 和大家對比 但是如果大家 在Facebook上面 看的民意 或者蘋果 蘋果做了一個 什麼網民調查 九成的人支持Uber 我們得到的 topline的民意 和我手上掌握 真是大數據告訴我 的事實 是完全 不崩潰的 如果你是一個政府的政務官 你是張炳良下邊的常秘 我拿著這兩組數據 你會怎樣制定政策 當然 我們從公眾的角度 我們不會在上秘的心態上 嘩 實情香港 作為交通的 運輸模式 的士 是佔有那個 比重造的功能 是完全 比起Uber大很多 你要我特意去 去轉個政策 去遷就一個 這樣的公司 好像沒有這樣的規矩 他們未必 是很抗拒Uber 或者很反對Uber 但是它是有一個 就是 我站在 我一向 行之有效的 政策制定模式 我是不可能 就這樣轉給你 如果我就這樣轉給你 的話 我其實是違反了 我自己一向以來 施政的方針 因為數據 真是不匹 但是民意 又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這件事 迫使到我早期 我真的去看回 當年夏鼎基 因為夏鼎基 就是試過一次 因為的士政策而出事 他基本上 是過去 香港歷史三十年來 最上一次 除了鄭宇華之外 就是激怒的士 的業界 的一個官 他當時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嘗試 加首次登記稅 和的士稅 的士在九龍白洗 引起騷亂 1984年那時候 還在談中英前途問題 結果 當年的殖民地政府 是堅持不收回那條法案 不過 立法會 將那條法案否決 今時今日的政府 政府有沒有這種空間 今時今日 我們立法會中的組成 這就是政改方案發生過的事 今時今日立法會中的組成 如果 又有遇上同樣的事件 政府 擺了一條提案 是會令到的士業界 再一次堵塞 今次可能不是堵塞九龍 今次堵塞青馬大橋 令到我們沒有辦法出入這個機場 然後 在立法會中 投票 極有可能出現等牌發叔事件 發叔在機場出不來 其實我見到就是 香港由於沒有了那個主流媒體 可以反映到 回到剛才最開始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主流文化 和我們現實的社會狀況 好像出現了一個懸念 甚至我們說不出 有一個叫做主流文化的現象 政府要做政策制定的時候 是站在那裡 甚至乎不是政府 而是大機構 如果我說話 最簡單 我認識的朋友 聊天 聊天 對他們來說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 什麼香港 這麼多人 是對動物權益 這麼緊張的 我那個朋友 他本身自己養狗 他自己有兩隻柴犬 他不是不喜歡動物的 但他沒有想過 在一個車站 有隻狗 走進去 有一點點意外成分 對嗎 那隻狗被撞死了 是可以第二天 他們會在港鐵總部 被人圍 被人在網上罵 罵到今天 年紀 所以自此之後 他們對動物很害怕 甚至說 他們不敢面對自己的狗 但我跟他說 在網上 發動輿論也好 真的殺到 港鐵示威的那群人也好 他們的音量 是一個很大的 但如果我真的用 絕對人數去計 以民主 如果等於 少數服從 多數的遊戲規則的話 他們從來都不是多數 未到那個位 但問題就是 現在 遊戲規則已經不再是 你有幾天多 而是你在一個短時間之內 能夠將 一個議題的音量推到最高 你就可能會得到一些東西 不過當然 你不可以說 這樣是對 或者不對 但我看到一些機構 政府也好 開始出現了一種抗弱性 它的抗弱性就是 看定一點 忍一下 而他們的忍耐力 是越來越高的 當一方面 就是機構和政府 建立這種抵抗力的時候 在另外一邊民間 現在開始 大家會去做這些 推動的 用的能量 又越來越大 但是 我看到現在是 有一個這樣的現象 所以 為何才會得出的數據 就是 原來在香港 一個這樣的地方 總共是 每兩個Facebook使用者 就有一個 在Facebook Page 的一面 這個數字 應該是舉小地 那麼高的 問題就是 現在已經 可以去除非 以前有主流媒體 有傳統媒體 可以作為 另外一種 反映渠道的 人士 我不是覺得 所有主流媒體 都會死掉 但是我真的會 很大膽 作出一個 語言就是 這種這樣的文化 這種這樣的 次文化 的 一個 的 組群 反而將會 變成 一些 新的 印刷媒體 新的報紙 新的雜誌 他們不會有 很大的 讀者群 他們不會像 以前的蘋果 有70萬讀者群 在那個年內 可能有一份 投資什麼 那本投資王 香港投資王 你現在那份 很差 香港投資日報 麻煩你 香港投資日報 香港投資日報 可能有 兩萬個讀者 香港投資 四千 四千 但它是一份報紙 是一份媒體 又不是說人少 有什麼問題 而是 香港將會有好 即是 我 召喚這個 event 那時候 我選了一張照片 有兩隻恐龍 看著有顆流星 打下來 然後就 就是 有一點點感覺 就是我們 認識的 傳統的 所謂 Mass Media 現在就是 預罪一個這樣的狀況 那你說 沒有了恐龍之後 是不是地球 沒有了生物 而是 過了冰河時期之後 那些物種的 形式會很不同 不會再有一周刊 但是我們會有 港府策略王 對不對 我不知道這個 這樣的現象 對社會 即是 再下一個 情況會如何 因為可能 這些雜誌 他們就是 很single minded 我有一個 campaign 我有一群支持者 這個議題 其實我不需要 絕大多數 我不是說 要爭取50% 加一人 去支持我 我只是需要 有五千個人 或者十萬個人 我就是 當作是一個主流 主流這個定義已經變了 所以 當一個社會 其實原來 少數等於多數的時候 民主的概念 就開始 含糊化了 每個人都 有個道德高地 就是 我是大多數 但其實他未必真的大多數 但是 暫序政策制定的角度 就是 我如果要不定滿足不同的 一個個 就是 利益 或者價值觀的時候 這個政府很疲於分明 他不會有一個 很穩定的政策 所以他說 積極不干預過時 是 因為不到他 不到他不過於 因為 你可以幻想 我時事說 我之前就做過比喻就是 因為 當社會只有兩個階層 就是 既得利益 和 have 和have 和have 像搖搖板一樣 當搖搖板傾向一邊的時候 另一邊又會吵 他又會加壓力 原本積極不干預的目的 就是希望讓搖搖板 每動都這麼厲害 但我現在已經不再是搖搖板 現在是一個圓形的 好像台面一樣的東西 我們有一顆蠟椎在中間 你那個圓形的桌面 就有一點平衡著的 現在是每一個人都在那裏 不同地方施壓 這張桌子越來越厚 以前那隻積極不干預 就是盡量令到這個這樣的平衡 不要失去了它那個 靜態的平衡 現在問題就是 那個動態平衡實際太過複雜 不要說政府掌握不到 不相信任何人掌握到 這個也都不僅是香港的情況 主流媒體失去了那個輿論 那個話語權的主導力 不僅是香港 全地球都是 這個是一個新的社會現象 這個從來未發生過 我們都不知道 接下來的日子會是怎樣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我去到這裏就撞了牆 去到真是unthinkable那個位置 那我 那我 我們這個討論 其實我 我都很希望 就是 把問題擺出來 但是就看看大家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見解 有些什麼感覺 有些什麼感覺 有傳媒人 你自己覺得如果 如果我們沒有了一個 即是 沒有了主流文化之後的 社會結構狀況 那是怎樣的 好 我先說 我先說 先說 先說 反對主流文化是主流的 那不是反對 咦 那不是我 反對更反對 就是覺得 支持主流是一個很蠢的行為 這個就是主流 所以支持主流又蠢 大家就會嘗試去抗議主流 這個就是那個狗狗 我經歷過以前的世界 不是 其實很多人都經歷過 OK 我重複的問題就是 當一個社會不再有 我們所謂的主流文化 因為其實政府只可以 我補充一點 作為管治者 作為政府 我要有原則 或者我要有法治 理論上我的施政 應該是要有一個歸一的執行 簡單來說 如果我是福利 有一個原則 就是我要幫某一種人 我有一條線的話 我不可以 那條線是有很多不同的標準 去符合香港 700萬人裏面有 可能有200萬個不同的 價值觀 可能有些人覺得 有些人覺得 我要幫這些 有些人 我要幫那種人 要不你去到最後 所有人都要幫 但是所有人都 要其他人幫的時候 那就很難去 有一個標準的社會 簡單來說 財富再分 一定要畫一條線 是一條線 你不可以財富再分 畫三十條線 有些人是一路 互相 這個不可以發生 問題就是 有主流文化的時候 你可以畫到那條線 但是當主流文化 已經變得很含糊不清的時候 那條線就變得很無奈 你畫了那條線 應該是絕大多數人都會反對 因為我沒有了主流文化 以前我們有主流文化的社會 簡單一點 某些人就是我們一定要幫的 以前說這句話 還可以成立得到 今時今日 你說某些人要幫 我肯定一定找到反對的人 甚至乎 我可以告訴你 反對你這些論述的人 一定是多於贊成的 一定會找十萬人反對這件事 其實你很容易的 做個實驗 大家隨便找一件事 然後我開一個項 十萬人反對一件事 即是十萬人反對查 用權力特權法查原稅 然後十萬人支持權力及特權法查原稅 你一定找到十萬人 但問題是怎樣 那十萬人代表什麼呢 那十萬人給你的支持 政治上又代表有多大呢 你說沒有主流文化 當然有 中共矛盾呢 最主流 這個 站在哪邊 中共矛盾既然可以有矛盾 如果是主流文化 那件事基本上是undisputable 中國矛盾絕對有人dispute 只是在本土派裏面 都數到歸英派 獨立城邦派 他們自己都打緊我 以前的世界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 次文化的群組 我剛才跟Paul說 我們是一個小眾 作為一個次文化群組 其實是有一種自豪感的 我們是小眾 我喜歡Star Wars 瘋 只有我們 這些geeks會喜歡Star Wars 小眾 其實你覺得自己是小眾 同時你也對小眾的身份 有某種的自豪感 我小眾 我Star Trek 但是今時今日 大家是 開始不再甘於 作為一個次文化 一個小眾 就是說 我們這個才是代表 大多數人的意見 Star Wars這個暫時沒有 但是所有人都claim自己 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 因為你自己的身邊 是經常都出現這些人 老市場出現 你在Facebook feed 你會看到有人洗版 但你當然是覺得這個是民意的 正如Uber Uber Uber好 因為Uber後面有大數據 沒得爭 他真是 過去一年14個月 只有13萬個旅行 真的假不了 騙不到 13萬個旅行 在香港這個環境 極少數 極少數 真的 那就是說 永遠都沒有 一個call and call 叫做真普選的 因為大家都是 視線自己 是真正人 永遠都沒有 永遠都不會有人 永遠都不會有人 一足夠的票數 推到這個真普選 不如我講一些現制派對的說法 在對家眼中所有補選都是假普選 而在藍絲眼中所有補選都是假普選 真的不明白 有個terms叫對家 對家 對家 泛民叫建制做對家 建制叫泛民做對家 總之在對家的眼中所有補選都是假普選 不是的 現在說的是 藍絲與藍絲之間 黃絲與黃絲之間 都覺得是假普選 沒有 或者是 因為沒有一個辦法 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叫做主流共識 但民主原本的爭議 就是我們有主流共識 才去變成一道規則 現在是每一個規則 都一定有人反對 社會 我的問題是怎樣 所以現在這個社會變成 我也是有個觀察就是 我一開始就是 好後現代的這個雨傘運動 好後現代的意思是 他們是挑戰任何權威的 任何人又不是權威變成權威就會被挑戰 包括大台 在雨傘運動裡面 最初是沒有大台的 但問題就是 任何社會結構裡面 大台真的是一個自然會出現的現象 那你們的大台又會被人挑戰 其實挑戰不要緊 有懷疑精神是可以的 但他們的重點是 每一次我們必然需要推翻大台 所以進入了老毛那個 永久不足的革命階段 所以那時候有人說 香港現在進入了文革 其實我不是說 哪一邊是很紅衛兵的 而是整個社會氣氛 好像是我們一路都要 不斷地洗牌重來的那種感覺 未必一定是壞事 有些社會結構 你就不斷地洗牌重來 抵抗力應該會越來越強 但現在似乎就是 現有的權力架構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建制 它是越來越以一個強硬的態度 去對抗任何形式的挑戰 這個就是Uber看到的現象 就是 其實那些人都問的 有沒有搞錯 沒有第三部行車 非法取囚的客運 非法取囚在客的罰則 初犯五千 監禁六個月 再犯一萬 監禁一年 沒有第三部 罰則最高 罰則最高 一萬監禁六個月 即加起來 我全告你們 我當你完全罪名成立 頂盡你都是罰萬五座裏叛 分開執行 要二十萬保簽 警察特意去抓 不是抓那些高層 坐在辦公室的 走去抓勤強 走去抓司機 是典型打擊鼓滑仔的手段 是O記做事的方法 你挑戰 這個 是先抓一些鼓滑仔 然後套夠料 然後 抓到龍頭 那是基本上落限差處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心態 會是這麼reactive 我相信其中一件事 就是連政府自己本身 對那個管治的信心都沒有 即他們那個制度信心是沒有的 沒有那個制度信心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 即不關是否普選出來 有沒有認受性的一個問題 你告訴我 普選出來的政府 結果都是一樣 因為 我不相信香港有一個人可以 如果有的話 都記得是不怕 就是99.9%投票給一個人 然後他做香港特首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反對 是吧 即 如果你 但問題就是 我50.1%的人 選了你出來的話 即是代表我有49%的人 是反對你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很 不 stable 的狀態 其實這個不只是香港 我也是堅持 在很多我們所謂的社會 他們那個 即是他們那個 process 這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決策的過程 如果純粹用這個 這麼簡單的模式去做 是很危險的 因為 純粹是以人多人少的 民意去 drive 這個就是 我早幾天看回 夏領基以前 他自己寫過 即是當一個政府 純粹以民意去作為 他的決策的過程 的時候 危險的地方 在於 他可能真的會不斷搞錯民意 因為民意這個 這個真是 一個挺 頂花水穴的一個現象 民意可以轉得很快 但是政策是不可能 讓你轉得很快 那怎麼辦呢 現在我們沒有掌握民意的基礎 甚至乎 包括剛才一開始說 我們沒有了去 去塑造民意的工具 那怎麼辦呢 因為你想塑造我民意的問題 我Facebook 必真的見不到梁振英那篇文 罵那篇我一定見不到 讚那篇 是怎樣都不會分享我 那怎麼辦呢 怎樣 reach out 給我呢 反過來我作為政府 我怎樣了解這個社會 我怎樣了解 其實現在的人怎樣看它 他們都自覺很兩極 要麼那些人就罵到我瘋 要麼那些人就 好像很支持我 如果他看得到 港人港人多的話 他會覺得社會很精神分裂 這個就是我覺得 當主流媒體 其實主流媒體 以前我們做過的工作 其中一個是 我們都會基於某種價值觀去判斷 然後說出一些 所謂是 co-and-unco-主流文化的 對事件的演繹 所以他們以前才喜歡 找傳媒人聊天 我想是有一種某種原因 但問題是 現在你找傳媒人聊天 基本上他們告訴你 我都沒有了解這個社會 是怎樣 至少我很坦然地承認 其實我覺得 生活圈子非常狹窄 我了解的就是 只是一班 自由主義塔利班的想法 但我知道我不代表 大多數 所以你跟我談 我都是自由主義塔利班 來這樣看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參加霸直 就是這樣 但我不覺得有任何人 可以說得出來 社會有份思考 因為這樣社會都沒有一個單獨的體格 我只是想覆覆你最初 誰最開心的體格 是 電信箱一定是最開心的 我隔壁的老哥也有良好 我隔壁的老哥也有良好 你罵我 電信箱 在社會中 作財務表現來說 算是比較順利 那一班 你會投資 是嗎 傻的 最益的就是 一個叫做 馬民 蘋果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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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HG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很後悔我正在戴這隻手錶 不過付錢我保持著戴 我十年是買過所有Apple產品 只有兩個產品我沒有買 就是Apple Watch 我有試用過 每個禮拜賠給它 只有這兩款產品是完全沒有 每兩年都會有新 iPhone 理論上是 我不知 每次都這樣說 純粹是一個prediction 好像以後的東西很predictable 我想有個天性 我們對於uncertainty 的確有一個很大的不安 所以我覺得社會是存在著很普遍 尼曼著一個很普遍的不安情緒 所以現在社會很脆弱 小小事就突然間 最簡單的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早兩星期左右 Facebook上面極速地封存 封存了大概兩個上午 稅務局叫大家報稅的信封 有人說是假地址 很快大家就相信這件事 很不安很不信任的情緒 很懷疑的情緒 問題就是 這種基本上已經不去懷疑的精神 是一個不信任的精神 任何人說的話我都不相信 現在開始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哪件事是中復的 我好嗎